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播割的來源呢 是必之極啊 你外事到了極限太過了 太過了 招撥 招撥啊 撥就是損害啦 脫落啦 招鬆啦 好 最後一看 你看這個掛窯 都是陰有沒有 到最頂才是窯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讓陰柔的小人 剛開始你就不停阻止他 長大 長到最後你發現很大的 然後他就阻止他就已經開始剝了 不知道為什麼 這第一個意思 這個由下而上由內而外 有下而上由內而外 這是波 波的像 山在上面 地在下面 各位知道 如果地在山在下面 一定要地三千 山在上面地在下面 山你再高大好了 都是依附在地上面 自然間的像 那你要讓山 山有會受到損害有剝落 一定是在地下面會有問題 好 那波的道就是 你看由內而外 由下而上 你哪天出去的時候 或者到一個地方上班 一去 你一聽到不對 周圍人看到你的樣子不對 你就知道 波之道來了 這個波之道就是 一定只有內而外 會造成今天的波 可能來自你的太太 來自你的朋友 了解你的人 才波得到你 一個國家會受到剝害 也是由內而外 反過來 我們要把一個國家打敗 也從內而外 就可以打敗他 所以最堅強的堡壘 也是這樣 從內部開始破壞開始 好 這個是波到 所以過去的軍師 在打仗也是 用波 如何用波 另用波 那波之道 從內而外 也就是由裡面開始攻 所以派了間諜 間隙進去 對不對 就好像這次千老故事 我們廣告派了情報員 進去弄的這樣子 對不對 從 好有內而外 掛向看起來 注意看 山呢 是外子 地是什麼 內順 外掛是子 內掛是順 此為波的向 簡單舉個例 你就懂了 你看那個小孩子一出來 唉唷 怎麼那麼乖啊 外面都感動 然後內心就很熟順 這就是 他的智慧被大人剝消了 小孩子要訓練他 你要讓他平常心 小孩子有同盟嘛 因為不是同盟嗎 他什麼都問他好奇 什麼都問 開朗的跑 一發現小孩子怎麼搞的 你這個還變成外子內順 什麼都是乖寶寶 就完了 波線像素出現 這就是大人來剝小孩子的智慧 所以你想盡辦法把你的小孩子 叫成很乖寶寶 就是想盡辦法把他從聰明變笨蛋 就知道 一定要讓他平常心 讓他明辨是非 要讓他知道什麼樣的事 都讓他去看 讓他平常心 讓他開放的智慧去考慮 去深思啊 才行的 那什麼都去制止 制止 結果 這個小孩子這樣就毀在你的手上面 所以教的很重要 千萬不要剝 現在很多人想辦法把小孩子叫成這樣 很可怕 這個 在人間道啊 君子啊 是 天 什麼叫君子的事情 君子在四字時啊 事情一開始的時候 君子就知道他的盈虧 知道這樣子做好不好 就已經考慮到他的盈虧 而且知道他的消息 所謂知道消息就是說 知道這樣子做 哦 進退的進退是到哪裡 哦 哦 知道如何處理 哦 知道如何處理 哦 哦 那這個呢 順之則極 哦 君子一開始就曉得了 哦 逆之 則楊 因為他四天 我們講的天道 這個算命啊 或者什麼 包括了易經 所有講的事情發生之時 我們看一個人講的話 聽一個人講的話 一個動作 事情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知道他的盈虧 所以君子是四天 小人呢 是四人 哦 什麼叫四人呢 小人呢 不見四啊 看不到事情呢 開始 的作為如何 看不到事情的開始 哦 也不論呢 哦 不論是 之盈虧如何 好 盈虧 我們為什麼要用這個盈虧 因為 我們老祖宗把 天上 天行日月啊 哦 太陽有時候也不是整個可以看到太陽 月亮也不是整個這樣 日月也有盈虧 好 小人也不管事情的盈虧如何 哦 他為什麼叫四人 小小人專門一昧的 奉承 哦 銀河 哦 只知道 小人只知道奉承 銀河呢 哦 所以呢 小人是 專門是四人 現在這種人 太婆了 哦 所以 當官的人呢 觀念錯了 他只知道 銀隨人 就是他只知道如何做官 他不知道如何 好 如何做事 當官呢 你今天當官 人民給你那麼大的權力 就是要你要替我做事的 你還在擺官規 還在 還在 對不對 還還表示一下 你手下的身官 還要經過我 你要趕快迎合我 不迎合我的話 會迎合人的 會八卦奉承的人 都會生官 所以現在小人當道 哦 小人當道 你只要有錢 一坨肥肉也可以啦 隨便啦 哦 這個呢 有一個君王之波呢 你要去看天際 哦 我寫天際裡面 哦 那你看得到他們到那 那你願不願去看 如果你看到 你會逃過郁劫 這裡不講 那你去買錄影帶 哦 對啊 楚波之時啊 易經啊 楚波 當你被波的時候 如何應對 我們從初遙一次 談到六遙 中間又談到第五遙 君王楚波 如果你是一個總統 到漢 有啊 不講 就看你已經看了 看我寫天際裡面 會不會改變一點 好 波到了極限的時候 天下大亂 天下一亂 太好了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物已經亂了對不對 亂到死 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君道必復 君子之道呢 一定會復回來 那小人呢 就無度常遙啊 因為亂集人 人啊 人啊 就是人心啊 人的心是這樣子的 他 如果我們說孟子都信善啊 徐子都信善啊 徐子都信善啊 都扯掉 都扯不完了 就好像終於好 還死了 人心呢 你不要說善還是惡 但是人心都從善如流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所以如果天下大亂的時候 諸位不要緊張 天下大亂的時候 股票一定大跌 房地產一定大跌 趕快去買 相信我的話 人氣我減 這個夏天的時候買皮 冬天的時候買棉布啊 飯梨吧 不要忘了哈 趕快去買 放心 台灣不會有事的 哦 這個 君子道會回復 人民 因為亂而失智嘛 君子道會回來 好 治世來臨的時候 治世啊 來臨的時候 天下 天下之間 法是最大 法最大 這就對了 我們要法治的國家 我們不要人治的 現在東南亞大陸 通通台灣都是人治 人在治啊 不對的哦 人治的話 今天要改憲法就改了 改什麼就改了 法治的哪那麼簡單改啊 哦 所以我們要求法治的才對 一經也是這樣講的 哦 因為人心次這樣子 人的性啊 哦 是從善如流 哦 那這裡為什麼 常常我會去 去講一些宗教的事情 這裡要跟你說明一下 為什麼要去講 因為很多人 大家都知道他從善如流 壞的人就會利用這一點 你看我們佛教都在做好事 結果不講佛教在做好事 不講人去做好事 好了 那佛教都是好的 才會有板橋念佛會 念書會讀書會 那個強姦的女孩子的事情發生嘛 人家會用宗教來騙人嘛 你為什麼講佛教呢 你會講人去做好事嘛 懂不懂我意思 要強調這個嘛 你去做好事代表你人就是佛 你為什麼要說佛教好 了解我意思嗎 那天主教就不好啊 那我沒有信教就不好啊 那我是不是該死了 我說該到地獄去了 那真的沒有信教的 那個人在做好事 你說哪個比你信教的 然後給騙人 你說哪個好 懂不懂我意思 所以傳宗教的人 傳教的一定要知道 人心是同善如流的 因為他倒了善 要告訴你做好的事情 是你做的 你懂不懂我意思 不要說是佛教在做的 對不對 好了照神 我是基督教的 我絕對不會說謊 來啦誰說的 好騙子一大堆 好 你看他騙 你知道不知道如何他騙你 那個講話手在那裡晃 就是在騙你嘛 眼睛在那邊豬眼 那豬眼豬會騙人的 就是眼豬子這樣子 黑豬子旁邊都是血絲 黃黃的血絲 那麼大騙子嘛 真的你就真的也給騙我告訴你 像我看他不用談了走了 聽多的是給騙 所以就是要眼瞼剛衷啊 三水模樣一點 對 講話兩三句話就講完了 你為什麼要講很多名詞 講得半年 我講很多就講 我要騙你 真的不要騙你的 兩三句話就講完了 好 好 那君王之波的時候 楚波如何用 易經叫做冠魚 好 冠魚 那什麼叫冠魚 好你自己看我寫的天記 不教 好看書 八塊錢買啊 好 好 大家買的話給你編個號 好 編個號 之後我可以跟你說明嗎 占卜 第一個 好 占卜啊 就補掛 啊這邊丟個銅板 啊老師我一補 看我今天做生意好不好 一補我要3D一撥 對不對 第一個 婦人床上座 婦人床上座代表應人得事 好 如果你是太太的衣服 一定是你婆婆在那邊做怪 好 嬰人得事 如果你是當官的 一定代表上面有嬰人的做怪 好 嬰人得事呢 嬰人除了指女人以外 也指的是小人 所以一定有暗哉 好 暗哉 好 暗障要小心喔 背後有人偷偷害你 好 好 所以呢 或者是小人為主管 好 就是主管就是小人了 第二個風 逐在風中 顯野 好 危險 有兩種狀況 氣色上可以看到 第一個 面如枯鎬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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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這個枯萎了 頭上沒有油了 乾乾的噴起來了 我們臉上的油 跟頭上的油 就叫做氣 飲在皮膚下的顏色 就叫做色 我媽媽看鼻子 我們鼻子會出油 所以周圍帶玉的時候 常常在鼻子上磨 那一多沾點油氣 蒸氣嘛 你把我鼻子沒有油了 這摸托帕沒有油了 顯野 快死了 快死了 好 第二個咧 這個 這個人啊 面如草紅 整個臉是紅著的 你說啊 老師他氣勢很好 我看他要死了 這個紅呢 是沒有亮的紅 然後留下沒有亮的紅 就整個好像血色浮起來一樣 沒有亮的紅 這種往往都是中毒的病人 中毒的人 這幾種就是危險 顯野 我們在像上面叫 豐豐的殘足 所以你在那邊跟他打麻將 結果你看到對面自摸那個人呢 頭髮就砰起來了 快死了 怎麼回到位子 他的原因不見得是身體重病 可能明天就出車或死掉 兩個禮拜那就可以看到這個氣色 好 那還有 有的時候呢 臨床上看到人是 藍色 藍色 藍色其實就是青色啦 青色的 那我們以節氣來說的話 事實的節氣來說 這裡我給各位提到一點 木火土金水 木是青色的 火是紅色的 土是黃色的 金是白色的 水是黑色的 這個是春天 夏天 好 長夏 秋天 冬天 在五行香生的裡面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如果我們看氣色在香生的時節看到氣色代表急 香克的時節代表胸 比如說在秋天 在打 你在秋天的時候打高爾夫球 看到有人在臉上發青有沒有 這人就很快就會買單了 春天的時候發青都無所謂了 好 以此類推下去 第三個 葫蘆在地上 代表 醫藥無救 如果你補疾病 完了 醫藥無救了 好 暗中有毒劑也是 你賣什麼葫蘆啊 你葫蘆裡面賣什麼藥有沒有 暗中有毒劑的意思 還有醫藥無救 補疾病的話 躲到這個3D波很危險 好 非常的危險 好 曹斯 好 就一團亂師在地上 好 代表事物 這個事情呢 非常的 繁瑣 好 繁瑣 諸位 好 在這裡要記得一點 有一個人啊 盡量把事情才越弄越簡單 有一個人在盡量把事情越弄越複雜 越弄越簡單 這個人就是誠實 不會騙你的 越弄越複雜就是想騙你 他讓你搞不清楚嘛 他就想騙你 好 好 聽名 聽名 三向有官人座 三向有官人座 代表有靠山 但是因人為禍 好 三向有官人座 即使你有靠山 好 但是有因人 禍 為禍 因人的為禍 小人到後面害你 關金 掛樹上 有求去 好 求去 我不幹了 好 求去的像 哎 怎麼求求 好 求去的像 還有安樂的像 好 安樂之像 關金掛樹上呢 過去有歷史上有出現過 為什麼叫安樂呢 白色的絲巾 掛在木頭上面 不是勒嗎 好 所以啊 楊貴妃就死在這上面 好 如果樹木上面戴了一個帽子 不是送嗎 如果樹木上面加一個 尺 我們那個工人啊 做木工的尺 不是有尺嗎 還不是豬嗎 所以中國人叫獨徒 你不要獨字 獨字都不對了 楊財上面來說 欸 在講楊財之前 整個三地波羅蝦 我講個 總蝦給你看 比如說 欸 這個人呢 居在很危險的地方 好像風中的禪主一樣 在心中 心亂如麻有沒有 地上如麻 無計可施 為什麼呢 因人當道 這個時候以退為樂 啊 讀完了是不是 好 所以褚波之時呢 散開一邊 散遠一點 好好好 等它波到極就好了嘛 這下大亂的時候 你再出來 好 人心思變 楊財上面呢 第一個 欸 道歉好 楊財上面呢 三兒子 三兒子呢 居母位 三兒子住他媽媽的位置 第一個組 浩破家業 第二個 心生毒害 好 你哪天發現你三兒子那麼小人啊 就是這樣子 好 婚事不成 好 科甲不新 好 讀書也不好 好 好 第五個呢 多災病 病痛又很多 好 所以這是大雄之地 不是很好 好 所以不要亂住 好 不要亂住了 小孩兒子 做了三滴波 各位呢 剛剛就要提醒你 千萬 不要把你小孩子 交成三滴波 有時候他不是三個子 有時候大兒子 或者是女兒 所以除了瓜上面有的話 人間道上面 我們教育上面要注意 你小孩子 你把他交的 外面什麼話都聽了 誰講的話都聽了 好了太出去了 壞人講的話他也聽了 就給他拐走了 失蹤嬰兒就這樣來的 對不對 如果這樣教我 他教什麼不對 他一定要做乖做好 好了變成三滴波了 就沒有自己的主見 就他就 他就被波了 懂不懂 然後你就很痛苦了 就波有內生嘛 這個波是 在最早音 剛開始在你自己身上 也一定要讓小孩子 有主見 地雷腹 地瓜和腹瓜呢 剛好是反的 波到極限了以後 人民會思變 思智 智思會來臨 君子之道 死腹 剛開始恢復 的時候 所以揚聲在下面 還有重音還在上面 懂不懂 腹之道就在這裡 剛開始 死腹 那剛開始死腹的時候 有的發覺 這個君子都很好啊 你光是一個人 獨立難稱大局 因為一個人力量太弱了 一定要重心協力 就成囉 如果仁仁敢講話 明年台北市的人 跟台北市的人 加起來六七百萬人 通常在中正經常說 李登輝你不能進行中正 不贊成你 他就下台了 對啊 就下台了 可是君子就要死腹 一定要有重力斜力才能夠成功 一定要有重力斜力才能夠成功 好 這個掛呢 外順 內動 動 動有些 如果你沒有動 子的話就是波拉 要動 雷在地下面 在《易經》上面講陰陽 《易經》也很厲害 他雖然沒有學過電學 但是他知道 陰和陽兩個碰在一起 為生雷 好 陰陽相聚 雷剛開始生在最初生的時候 出陽的時候 雷在地下面 就好像冬天 冬天的時候再過來 冬的很冷的時候就開始冬至了 冬至到後來 冬至的時候同時間 陽就開始出生了 所以陰極會到陰到極限會變成陽 那比如說我們現在解釋 你說老子很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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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領悟啊 我們講得很簡單的 我們最熱的叫人參啊 人參很熱啊 世界啊 人參才在最冷的地方 好 那現在硫磺很涼啊 很寒涼的叫 常來火山口 好 這都是霧的性 好 所以雷在地下面的時候 好 這是君子道 死腹之石 好 那進入人間道 第一個 一種假的 協力可勝 就是我剛剛解釋的 好 要覺得要同心協力才行 好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呢 複之石 剛開始 開 恢復的時候 要不施腹 所以一徑道是真 一徑上面只要看到真 都代表堅心 我們要堅定我們的心情 堅定我們的心情 要十分五分 剛開始恢復的時候 那個念頭很薄弱 不能再撕掉 懂得懂 不能去撕掉 要小心 戒之初啊 複之石要戒 就不能再撕掉 好 不能再失去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呢 一二三 第三個 一徑上面提到 這個腹裡面啊 什麼叫做修腹之美 第一遙的人 如果你的下位 你是下位的人 結果你下位的人是什麼 君子 那你在他上位 你是職員 我是主人 欸 發現這個 這個 我的指標是個君子啊 上位的人 富於人下 人下 能夠追從於下位的君子之道的人啊 這叫做體人 我們常常說 哎呀 你要體人啊 體人 人愛的人啊 什麼叫體人 就叫人下 你的下位的人 有君子之道 你要人下 能夠追從於他 這叫做修腹之美 現在誰聽下面啊 我在上面 我怎麼會錯 我是博士 我怎麼會錯 你把我當成藩屬啊 我叫登輝啊 這代表怎麼會錯呢 我現在是基督教 我從來不會騙人的啊 都不可以的 這是沒有修腹之美 再來呢 第四個呢 好 易經就提出來 要平腹啊 好 之戒 不是富有的人 還是貧窮的人 這個平啊 平腹 為什麼叫平腹 就平平回腹的意思 就是腹 而又失 好 那失呢 而又腹 就每天的往來 來往於啊 每天那個人的想法 就是往來於 和富汗師中間 對和不對 每天在那邊來往這邊 不夠艱辛 這叫做平腹之戒 我們要去警戒 好 這個 就是迷途 不改 迷途不改 這個就是後來 問題啊 出的會很大 為什麼 因為太花了太多的時間 在這個 思汗腹中間在取捨 沒有花太多的時間 去修身靜的 這個時候 迷途不改 凶 好 易經上面寫的是 遭凶 易經上面談到了 學問之道 學問之道 無他 求學啊 沒有什麼好特別的 好 知道不對的 馬上修正自己 這是求學問的道 就是四個字而已 就是四個字而已 還多人呢 去學一門學問 學到後來 他學到最高頂的時候 拿了博士以後 他都開始教學 教一輩子 有一天他發覺到 突然他的東西不對 好 我現在告訴你 他就不是君子吧 好 君子馬上就知道他不對了 所以他說發明家 一定要經過我們的假設 再經過驗證 還有看結果 比如說你是會計師 你是統計學博士 你是什麼什麼博士 現在外面的博士啊 一大票 他們去研究的東西的時候 他們在發錢的事前的時候 都談了很多幾率 啊 百分之七十啊 百分之三十 我是醫生 你來找我 陳先生 這個醫生啊 你看看我這個 這個開刀下去會怎麼樣 醫生就講話啦 沒關係 根據我們官家 我們的判斷 我們的統計 這一刀下去 百分之七十會要 百分之三十多也好 你們聽得都很好 你們以為你們聰明 我看你們是笨蛋 我聽得不對哦 聽明是怎麼樣 醫生對不起啊 對你來說是七十三十 對不起 對我來說不是一就是零 哪有什麼七十三十的 這就是現在的專家 懂不懂我意思啊 哪有什麼機率啊 所以很多人呢 讀了書以後回來呢 就研究了很多資料 一個做政治決策者 他需要經過各方面的統計資料給他 來增加他的判斷 來做決策 結果真的會判斷的人 他根本就不依據這些專家的資料 沒有用 真的會做決策者 易經啊 在事情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成班了 我就講過 四個人下棋啊 你懂易經都知道 就是AB哦 開始下兩步棋 我輸了我們重新來過 那是一定要剩下個帥 還是還死無人殺 你看這兩個哪個是高手啊 懂不懂 易經都在 所以我們君子的法天 是天啊 事情開始就有季風了 是吧 呂雙千兵子 一開始就要曉得了 你還在那邊不相信 還在那邊什麼機率 然後等下錯了 錯了再回頭 人是已非啊 懂不懂 你一個真的做覺悟 好做錯了 這個教育政策做錯了 這個教育政策做錯了 下面的受害的學心學手 多少 通通受害 因為你一個念之錯 然後錯了沒關係 我們再改過來 改過來三年以後 先去錯了 再去換另外一個 又錯了再去改出來 每天就花時間在那邊改 失而復 復而失有沒有 現在就是這樣子啊 小人就這樣子啊 他不懂啊 會做事的人不會哦 不會這樣子 最後一個呢 是貧富之界 貧富啊 貧富啊 迷富啊 第五個是迷富 迷富呢 這叫做直迷不悟了 這是一群長大凶 會做學位的人 死富啊 一開始就回 回頭了怎麼那麼為 不會做學位的人呢 笨蛋呢 到了後來還直迷不悟啊 還叫大凶 叫大凶 招凶之道 那到了直迷不悟階段的時候 動 則 必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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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有過失的 在這個時經上面 在這個迷富的時經之上的時候 如果出師 出兵打仗 逼敗 那如果疫情上面來談到 如果君王啊 君為入迷腹之道的時候 好 國之兇啊 國家會招兇 好 所以君子呢 我該一直在這樣 剛開始發現不對的時候 馬上就修不證了 是吧 修證有什麼關係 好 好 到最後咬迷腹的時候 這個 當你遇到直迷不悟 比如說 你的小孩子 剛開始的時候 他吸毒 一次回來 就被你狠狠地毒打一頓 每次被他抓他就毒打 從此就不相信他不會吸毒 如果你從此不相信 不會他吸毒 沒有給他鼓 他有真的吸毒 反正你不相信我們 太過了 剛柔並濟 狠狠地毒打一遍 夫妻兩個人一起打 他打完以後第二天 還是給他準備便當上課 都不要講了 他以後就不敢 等到他後來 擊中難反 到底直迷不悟的時候 已經無救了 這種國軍到這裡的話 國家就很危險 這種你在說 在這個時候再出兵 出師 更兇 所以說到了直迷不悟 動 他只要做任何事情 動則必有過失 所以周圍發現到外面很多 我們叫trouble maker 製造問題的人 都是直迷不悟的人 直迷不悟 那你就把直迷不悟的眼鏡 長什麼樣子 我畫給你看 看太多了 那個眼睛 那個眼睛就告訴你 我就是直迷不悟的 眼睛長成這樣子 鼻子在中間 眼睛形狀變成這樣子 這樣子 兩眼啊 無神啊 好 適真不真的樣子 好 我們 夜叉胃就是這樣子 好 很多人眼睛就是這樣子 好累啊 所以你發現你在周圍的那個 那個楊良眼無神啊 或者 這個 眼睛啊 患散 睜開 好像早上睡在前 眼睛沒有睜開的樣子 直迷不悟 那周圍不能動 一動就是糾紛來了 好 都是trouble maker 好 圖上面來看 在 第一個 官人乘車 代表死結 大死啊 死結 那如果姓 車姓 或者是連姓 連姓 也是這個 站姓有沒有 有人姓站 這個軍隊 也代表 車子嘛 軍隊的意思 好 還有呢 代表大官呢 因為有車子嘛 吊子 反正有旗出現 都有官很大 好 大官呢 好 有吊子的效果 上面有兩隻旗 好 第二個兩隻旗在上面呢 鬥 注意看 兩個旗 兩個王有沒有 兩個旗竿啊 兩個王 鬥也 像鬥的像 也代表 降帥的像 降帥之像 好 一方之主的像 第二個 第三個 猴子 東字 之外呢 看到猴啊 猴發木型 猴子啊 瘦乾乾的 發木型的人 你如果是屬猴子的人 這個胖嘟嘟的 就不發 要很瘦 要像我們王永青 王兄 你看那個樣子 瘦瘦乾乾的 這猴發木型的人 好 所以猴子的人 木型大力 還有一個呢 這個 東字 注意看 東怎麼寫啊 東這個字 這個字怎麼練 素 加一個中心是東 所以說有加了中心以後 就會有約束 有心約束的像 十 看啊 十 八天字 好 所以十八日字 好 也是東 奇怪 這個陪伙怎麼這麼沒來看我啊 會發生什麼事 你補十八日字 好 十八日字 哦 如果是補到升遷 所以這個東字字很討厭 字比較難讀吧 那個圖比較好讀啊 字比較難讀 有一個人是升遷 說 哎我怎麼這個升遷命令還沒有發布 命令怎麼都沒有發布 一補 補到第二附 先生啊 十 日 有沒有 有沒有 來人 這是個來 十天會來人 因此的 十日來人 風喉 哦 術是十日 這個是升官的時機 哦 升官的時機 一個將 持刀立 哦 再來一個 有個將將 有個武官呢 拿著刀在旁邊 哦 哦 武威之人 或者是 或者是呢 哦 司法的執行人 哦 比如說那個刀斧手在那邊的司法的執行人 哦 法警啊 哦 都是 一個兔子 兔子呢 代表 屬兔的人 或者是劉姓的人 姓劉啊 那老子說 劉跟兔有什麼關係 上面不是個某嗎 某是不是兔子啊 指頭羽某屬牛虎兔 某是兔子 哦 金刀插在地上面 刀插在地上面 也是兔子 講的就是劉 哦 所以漢朝開國劉邦